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跟我们说说古代罗马共和国与帝国的崛起 好的大家请坐好准备好你的时间机器 因为我们要穿越回到古代罗马 看看这个伟大的文明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城邦 发展成一个横跨三大洲的恒大帝国的 首先我们得从罗马共和国说起 公元前509年 罗马人决定不再忍受国王的统治 推翻了最后一个国王塔克文苏佩布斯建立了共和国 这个决定就像是罗马人对世界说 我们不需要一个国王 我们自己来搞定 于是罗马共和国诞生了 在共和国时期 罗马的政治体系非常有趣 它有两个执政官每年选举一次 就像是两个小学生轮流当班长 谁也不能独揽大权 还有元老院 虽然名字听起来很威严 但其实就是一群老头子在那儿投论国家大事 元老院的权力很大 但也有平民大会代表普通百姓的声音 这个体系虽然复杂 但却非常有效帮助罗马逐渐扩展其领土 说到扩展领土 我们不得不提到罗马的军队 罗马军队的纪律和战术堪称一绝 罗马士兵们不仅要会打仗 还要会修路 剑桥 搭营地 简直是全能选手 罗马军队的成功不仅在于他们的战斗力 还在于他们的组织和后勤保障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支军队不仅能打仗 还能在战场上上建个小城市 这简直是开挂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罗马帝国的崛起 公元前27年 乌大维也就是后来的奥古斯多 成为了罗马的第一位皇帝 奥古斯多非常聪明 他没有直接废除共和国的制度 而是保留了表面上的共和形式 但实际上掌握了所有的权利 就像是他在玩一场政治游戏 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在玩 但其实他早就赢了 在奥古斯多的领导下 罗马进入了一个长达两个世纪的 和平与繁荣时期 称为罗马和平Taz Romana 这个时期 罗马的经济 文化科技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罗马人修建了大量的道路 桥梁 剧场和御场 甚至还有下水道系统 你可以想象一下 古代罗马的城市生活 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现代化 当然罗马帝国也有它的黑暗面 比如尼禄皇帝 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罗马的黑暗时代 尼禄不仅喜欢奢华的生活 还被传说在罗马大火中弹琴作乐 虽然这个故事可能有些夸张 但尼禄的确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罗马帝国的衰弱 公元476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古代罗马的终结 虽然罗马帝国不复存在 但它的遗产却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欧洲文明 罗马的法律建筑语言和文化都成为了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 古代罗马的历史充满了辉煌与曲折 就像是一部精彩的事实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时光旅行 对古代罗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现代意大利政治多变与经济困境 当然 现代意大利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确实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复杂性的主题 让我们从政治开始谈起 政治多变 意大利的政治马戏团 意大利的政治舞台常常被形容为一个 因为这里的政局变化之快之频繁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自二战结束以来 意大利已经经历了超过60次政府更迭 平均每年换一次政府 简直像换季打折一样频繁 意大利的政党体系也非常复杂 政党伶俐 左中右各派系争斗不休 你可能会听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政党名字 比如五星运动 这个政党由一位喜剧演员被配格里罗创立 真是让人不得不感叹 意大利的政治真是充满了戏剧性 经济困境 意大利的面条经济 意大利的经济状况也同样复杂 尽管意大利是全球第八大经济体 但其经济增长却长期停滞不前 有人戏称意大利的经济像一盘意大利面条 错综复杂 难以理清 意大利的失业率 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许多年轻人不得不离开家乡 前往其他国家寻找工作机会 意大利的公共债务也非常高 几乎相当于其GDP的150% 这就像一个家庭欠了一屁股债 每个月的工资都用来还债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有趣的故事 意大利的超级马里奥 说到意大利的经济困境 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那就是超级马里奥 马里奥德拉吉马尔优举吉马尔优举吉 这位前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在2022意大利总理 试图带领意大利总理 试图带领意大利走出经济困境 德拉吉的绰号超级马里奥 他在欧洲央行的表现 他曾在欧战危机期间发表了那句著名的无论如何 其著名的无论如何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 Whatever it takes 他的上任给了意大利人一丝希望 大家都期待他能讲电子游戏中的超级马里奥一样 打败怪物拯救公主 也就是意大利的经济 前语总的来说 现代意大利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就像一部充满戏剧性的连续剧 有高潮有低谷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但意大利人依然保持着他们特有的乐观和幽默感 毕竟生活就像一盘意大利面条 虽然错综复杂 但只要加上美味的酱汁 总能让人回味无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意大利的兴衰文化遗产与现代挑战 意大利这个靴子行动的国家 真是个充满了历史和文化的宝库 它的兴衰故事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 既有辉煌的篇章互上使用它 既有辉煌的篇章也有艰难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看看意大利的文化遗产和现代挑战吧 首先我们得从古罗马开始说起 古罗马帝国可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之一 罗马法 建筑 工程学 文学等等 都是他们的杰作 想象一下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 斗兽场里狮子和决斗式的搏斗 真是血腥又刺激 不过罗马帝国也有它的 罗马帝国也有它的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标志着古代世界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始 接下来我们跳到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威尼斯和罗马等城市 成为了艺术和科学的中心 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 拉斐奇 米开朗基罗 拉斐尔 这些名字是不是耳熟能详 他们的作品至今仍然让人叹为观止 文艺复兴不仅仅是艺术的复兴 更是思想的解法和科学的进步 特学的进步 这段时期是意大利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然而意大利的历史并非一直如此光辉 19世纪意大利还处于分裂状态 各个小国林立 直到1871年 意大利才实现了统一 统一后的意大利并没有一帆风顺 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 被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特别是二战期间 意大利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下 经历了极大的动荡和苦难 现代的意大利 虽然不再是那个统治世界的帝国 但它依然是文化和艺术的中心 罗马 佛罗伦萨 威尼斯这些城市 每年吸引着数百万游客 意大利的美食 时尚 汽车 工业 也在全球享有盛誉 你能想象没有披萨和意大利面的世界吗 简直是不可思议 不过现在意大利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经济问题 政治不稳定 移民问题 环境保护等等 都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特别是经济问题 意大利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年轻人找工作门 很多人选择离开家乡 去其他国家寻找机会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意大利的慢生活文化 意大利人非常注重生活质量 喜欢享受美食 美酒和家庭时光 虽然这种生活方式让人羡慕 但也导致了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 意大利的慢生活 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的来说 意大利的兴衰故事 充满了戏剧性和人情味 它的文化遗产 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而现代的挑战 则需要智慧和勇气去应对 无论如何 意大利这个充满魅力的国家 永远不会失去它独特的光彩 希望大家有机会 亲自去感受一下 这个美丽的国度 品味它的历史和文化 请 大家好 罗马帝国的崛起与衰落 又跳到了现代意大利的 政治多变与经济困境 最后探讨了意大利的文化遗产 与现代挑战 古代罗马从一个小小的城邦 发展成横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经历了许多辉煌与曲折 从共和国的民主实验 到帝国的强盛 再到最终的衰落 罗马的历史就像一部 跌宕起伏的史诗 而现代意大利 尽管不再是那个统治世界的帝国 但依然在文化 艺术 美食 时尚等方面 对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然而 现代意大利也面临着 经济和政治上的诸多挑战 那么 大家对这些内容有什么想法呢 你是否对古代罗马的辉煌感到惊叹 还是对现代意大利的复杂局势 感到困惑 欢迎大家在提问区 分享你的观点 提问或者讨论 让我们一起在历史与现代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 继续这场充满趣味的时光旅行 超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 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丢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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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